大家好 欢迎收听 沃草喵政治 我是沃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沃草的范 沃草喵政治 帮大家每个礼拜 喵一下台湾的重要政治议题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先帮我们订阅YouTube 还有Twitter 还有Instagram Facebook 那我们的节目在 SoundOn Spotify Apple Podcast上面 你都可以听到哦 记得也都要订阅下去 没错 这集还有新来宾 现在是谁呢 那是我们沃草设计部的好卷 嗨 嗨 你看他的自备营销 好爱吧 如果你是在YouTube上面 收听我们节目的话 一定会看到我们画了一个 办公室的场景 对有只猫有一个阿草 对 我们有个神秘企划 就是我们每个月 会换一个视觉风格 如果你是在Podcast上面收听 我强烈建议你到YouTube上面 你去看一看 对我们都有请绘师就是画很漂亮的图 然后第一个是我画的啦 你在那边 这些业配 业配自己 对我现在 现在那个画面是那个犯画的 这个是因为呃 这一个月的绘师会是我们的郝正来画的 哦也是我们今天特别来评对不对 对然后郝正是画他自己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画这张图的时候有什么想法 他会有点害羞 我要理心一下 这不是画我自己 不是吗你自己吗 那是画谁 是画我吗 那就是画妈妈 哦原来是画我好害羞 像大家都发现 因为我本人跟照片图画面长得不一样怎么办 哈哈哈 这也是Podcast我们看不到我的领 耶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他把猫咪画得很像那个 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那只猫 不然就像水豚 又有点像水豚 水豚 大家可以Google看水豚 好啦这个题外话 然后就是也希望大家去YouTube上面看我们的节目 没错 然后我们这个礼拜 这礼拜 我们这礼拜其实大家看到题目的话就会知道我们要聊同婚 因为同婚一周年 不过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想要回回应一下 就是我们在Facebook上面上个礼拜的题目是聊纾困嘛 讲回应太沉重啦 我们只是帮大家把那个留言有趣的留言念出来 哦对对对好也不是回应 然后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看到什么 比较有趣的特别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是问大家说有没有纾困经验 对啊就是各种去申请的经验 那请萌萌讲一下吗 对 其实我们留言也比预料的人多 蛮多的蛮感动的 那其实我们看到的时候蛮多人就是都有提到就是说 他们其实是没去申请 而且有那种精神就是什么我OK你先领 这样子就是他们会提很多人也会提到说 自己其实不是那么需要输 被输困比如说他可能也受到业绩有受到一些影响 但是其实收入的损失也没那么大 就也是让有更需要的人先去理 那有些人通过工会申请的话就是很快就可以申请到 然后就短短几天内就可能一两个礼拜内就拿到该拿的钱 那也有人提到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 就我们上礼拜的节目有想到啊 有些公司有些行业确实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反而订单增加就是发大财赚大钱 但即使是如此那个公司里面的人还是有一些同事 然后他就提到说什么还是会抱怨啊 这个纾困啊补助啊看得到是不到等等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看到别人领可能都会觉得 为什么我不能领 但其实还是希望说大家能够把领纾困的机会 让给真的有需要最需要的人 反而就呼吁一下纾困本来就是要梳解大家即时性的困难 对救急的 所以如果你还过得去觉得很OK的话OK你就先领 对我OK你先领你OK我先领 这个心感很好我其实看了蛮感动的 对啊其实大家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贪财的 因为平常我们粉专留言还蛮凶的 很怕对 很少流露温馨感 难得温馨 好啦那今天谈论主题好像又更温馨了 对同婚一周年 没错没错 我有被我的Facebook的留言就是不是都会有那个回顾吗 我的这一天去年的今天 然后我就看到我的留言我觉得我有被我自己的留言感动 对对所以你是说你自己文笔很好去年的 不是我文笔很好是因为去年大家应该都还记忆犹新吧 2019年同性婚姻法案5月17日在立法院删夺通过 5月24日那个正式颁布成为法律 然后我在通过的时候我就有quote就是有美女说的话 他就说他是对反同的人的喊话 他说不用担心你所害怕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一个礼拜以后你会发现去日依旧东升 你所恐惧的事情根本不存在 然后一年过去了 武汉肺炎就新奇 你知道吗 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 没有啊可是你看同婚通过之后台湾防疫是不是有成 所以你这个 感谢同性恋 所以我们防疫有成要感谢同性恋吗 应该说真的其实法案通过之后真的就发现 大家很多之前会什么天不照夹子啊 或者什么什么天崩地裂啊 陨石会降落地球啊 等等总是一些非常奇幻的 对于同婚法案通过的幻想其实都没有发生 然后你的什么爸爸妈妈也没有不见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 可以检查看看爸爸妈妈也没有不见了 可是我觉得是同婚过后可以更包容彼此 因为同婚法这件事情其实虽然有人吵架 虽然有人怎么样 可是也都是一个沟通的机会 而且我觉得当社会能够彼此互相包容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很多事情都做得更好 例如说你讲防疫 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包容的表现啊 哦有道理 为什么我们防疫能做那么成功 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接纳彼此的不同 嘿嘿嘿 好了这个这一拍到这里就可以了 嘿嘿就这样子 好了想说顺便帮今天是一周年嘛 对 除了郝正 哦我们刚忘记提到为什么是郝正上我们的节目 哎郝正 为什么你今天想特别来参加我们这一期的podcast 因为我是却不特别同性恋 那同婚一周年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嗯 先说一下 虽然同婚通过但你结婚了吗 还没 所以你单身吗 单身 哦OKOK好那所以 顺便帧友一波 顺便帧友那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私讯到 我找了点书之类的好 继续继续好证 我会帮你介绍 嗯不用真友啦 嗯 这样靠 嗯 就是这一年来的话 最大的改变应该是社会对于同性恋包容度提高蛮多 我就不用再更隐悲自己的身份 对 你是从哪里感受到这个转变 因为我觉得这有点点抽象 但从你个人经验来讲 嗯 我觉得就是 嗯 很多店家都会开始 就是表达自己的立场 就是支持同温 还有挂一些洒红期之类的 哦 就是就是有点像是 原本可能是一件隐晦甚至是负面的事情 但现在某些时候反而是变在社会上是一个正面正向的事情 大家并不会隐晦自己 提到自己自己是也许是同事等等 是不是我觉得也有一种 其实很多人在支持你们 可是他们可能平常不会讲出来 但是 但是在 嗯 例如说他挂了彩虹旗之下 你就感受到或是看见他们对你的支持 所以这件事情对你来讲 就是有一种被接纳的感觉 没说 哈哈哈 怎么是换我讲不太对 我觉得这个要提一个 不知道郝正愿不愿意讲 因为其实郝正在 郝正你是什么时候来卧槽的 去年 去年西月吧 同婚通过了对不对 同婚反案通过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郝正 他让我们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 那时候郝正来 这可以讲吗 面试的时候 可以 郝正在面试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几个同仁 然后就是跟他聊天 那 就请他大概简单自我介绍 那他郝正 来分享一下 你第一句跟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是同性恋 对所以就是 郝正他非常 不畏惧就是说出来自己的 认同那个 性 性 性别倾向 对 所以说这个 我们当时也蛮 蛮 蛮 这个是 呃 每一个群体里面中 多多少少都会有 性形象 就是跟一系列不一样的存在 怕我自己在于 政治正确这上面 就是比较坚实 坚实一点 所以我就会 当 就会想说那我就当第一个 出来说自己的身份的人 这样子 那些不太敢说话的人 就会有一个 力量 他们也比较愿意 说出来吧 亦或者 亦或者不会觉得孤单 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有一个人 愿意出来做这件事情 这很赞 对啊 就像有美女跟小美琴一样 赞 我觉得听了很感动 因为我刚刚本来以为说 是不是因为是卧槽 所以她才敢这样讲 因为卧槽是蛮包容 比较friendly 对 你在其他的公司也是这样吗 就是面试的时候 嗯 我 前公司是设系公司 所以 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你前公司 该不会是去面试的时候 呃大家好我是易心恋 不要特别需要先讲吗 我前老板他 我前老板他就是同心恋啊 所以没那么差 而且也是朋友 对 我怕再聊下去我会讲 是不是真正不正确 我会觉得 好紧张 因为我觉得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跟很好的表现 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 现在非常鼓励大家把自己 真实的看法 或是想法 或是你自己的自我认同 是什么去表现出来给大家看 因为我觉得你要表现出来 才让别人有机会去认识 或是接纳 更多了解 如果你一直隐藏的话 其实就是 当然你可以躲开很多的攻击 因为你的出柜 或是你可能讲这句话 被攻击了 但是我觉得你要踏过这个坎 对豪正来讲 这个是人生中多了一个选项 然后仿佛像菜单上面多了一道菜 可以点 可是其实 这个选项得来不易 是吧 厨师研究了很久 就几十年 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然后我觉得刚好趁今天 可以快速的再回顾一下说 我们过去到底哪些人做了多少努力 然后我们得到了今天这个 另一个选择 好 那就让我很快来快速的分享一下好了 其实最早在立法院提出相关法案的是 2006年的时候民进党的立委萧美琴 那个时候提案的人 还有林淑芬 还有曾孕彭 还有余正道 都是民进党的立委 那当时提出了同性婚姻法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法案的名称 如果有印象的话 那个时候的同性婚姻法 其实就是所谓的专法 也就是后来可能会被认为 专法就是歧视的专法 同性婚姻法 那有趣的是 当时还有提案这个法案的人 有一些 大家可能会用点surprise的名字 比如说现在是 云林县长的中国国民党的 当时的立委张立善 还有很多反同言论的吕雪璋 以及现在是中国国民党 立法院党团总召的林伟舟 当时其实是有 联署这个法案的 那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氛围 还有就是整个立法院的 反同的声音还是比较大的 那那个时候就有人提出 要背个这个法案嘛 像是大家一样很熟悉的 像现在还在立法院的 赖世保 还有林德福 还有雷倩 废洪泰 那这些当然 比如说都是国民党立委 也有入份的是民进党立委 那在他们的反对之下 这个法案就一样 胎死腹中 没有办法继续推进 那不过在换了一届之后呢 2013年民信党立委 郑立军油美女 也有提出了民法修正案 这个时候用民法来修正 就已经不是像 之前的所谓的专法 已经只有民法让 同性婚姻合法化了 不过当时也是 虽然有提案 然后也有经过审查 但是并没有办法 顺利的三读通过 那直到2019年的 七十八事情法 才算是真正用一个专法 让相同性别的人 能够结婚 那其实同性婚姻也 相关的法案 也不止结婚本身嘛 那其实现在 后续一些相关讨论 也越来越多 像是比如说同志 能不能够受伤小孩啊 或是同志 能不能够用人工生殖 来共同生育下一代 还有现在就比较有争议的是 那能不能够让跨国 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 同性婚姻能够结婚 相信现在这个东西就有争议 是因为像有个 非常支持婚姻平权的团体 叫做伴侣盟 他们之前就有开启次会提到 现在其实全世界有27个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但只有台湾是要求 是两个人都是要在 同婚合法的国家才能结婚 也就是说 比如说有个台湾人 因为台湾已经同婚合法了嘛 他要跟一个他国外的同性伴侣结婚 但是呢 台湾规定是必须要 对方那个国家 也必须要同婚合法 两个人才能结婚 也就是说 就是台湾的统治啊 只能够 如果是跨国婚姻的话 只能够跟这27个国家的人 彼此结婚 不能够跟 没有同婚合法的国家结婚 我们对 在同婚法上面 我们对跨国的婚姻是不友善的 某些程度可以这样说 但因为这背后有些争议 有些反对者会认为 就是说 那应该是要让对方去倡议 他们的国家同婚合法化 或是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说 现在提这个 会不会有什么 用这个方式来移民啊 或移民台湾啊 或什么的争议 那这些理由 当然不一定都公平 但这确实是一个 现在的法律 还没有完备的一个地方 就是还有很多路要走 所以即便就是同婚通过了 然后对于台湾 甚至对于亚洲来讲 也是一个很进步的事情 创举 对 但是我们未来还有 蛮长一段路要继续 只是一个起点 还不是终点 我们还在路上 路很长慢慢走 希望我们每个 每年啦 每个礼拜 没有啦 每年五月二十都可以来 再看看说我们的 同志婚姻的权益 有没有更进一步的 没错没错 然后这礼拜就是 谢谢我们的豪正 你第一次来录 跟我一起录音 心情如何 有没有很紧张 很快乐 很快乐 对啊 但我 我想回归到那个 就是有关于 就是公投的时候 就是 我们同志就是 在那一场战争中 就失败了 就社会结果是 反同格比较多 他还在这之中 就是学到一件 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 因为学者资讯发展 所以更多议题 会借这个机会 就浮出台面 所以 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 他 在讨论议题的时候 我觉得 理性的沟通 才是最重要的 嗯 这样子才不会 因为对立 造成社会分裂 就像公投那一次一样 对 这一次 那时候感受比较深的 嗯 说得很好 就是其实 我觉得每一次的议题讨论 不应该是 让整个社会更分裂 而是应该是 让更多人知道 彼此的想法 不一致 然后要想办法 怎么样 找到彼此的共同点 这样子 怎么能够找到一个 更好 一起迈向 整个台湾下一步的一个 才有知道要什么前进 不去往前 那我觉得 其实蛮开心说 郝正他 就是提议说 他自己要来上这个节目 真的 好挺赞喔 因为我觉得 从他的角度分享 你就会觉得 感觉更深刻吧 嗯 嗯 这样好像 有点跟我们平常的 对啊 怎么办 突然变得很温馨感人 郝正都你害的 哈哈 没有啦 好 所以我就觉得 谢谢郝正 如果大家喜欢郝正的话 喜欢郝正是什么 对对对 刚刚有提到单身啦 对 不是那个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喜欢听他讲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跟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说 想要多听郝正上节目 那我们就可以争取下个礼拜 他才固定的我们 固定特别来宾 这样以后每个礼拜都可以在空中 听到郝正的声音 或是回馈我们说 如果我们是三个人的采访组合 有没有什么 可以进步的空间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大家 对啊 也记得这次 因为上次我们有发现蛮多 我们上次 我记得在节目的最后 有跟大家讲说 真的有听到最后的人 请帮我们私讯说 卧槽好棒棒 结果没想到 我好感动 真的有人私讯给我们 就是不管 我记得在脸书啊 在IG啊 在 YouTube YouTube 都有人留言 对 都有人留言说 微数不多啦 但是其实 表示真的有人听完 因为我觉得做Podcast缺点就是 互动比较没有那么强 就是你不知道你的听众在 不知道在跟谁讲话 所以非常鼓励大家留言 然后尤其是在YouTube的下面 我觉得是最直接的 就可以告诉我们 你有听到什么 然后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内容 让我们知道你们一直都在 才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没错 那这次我觉得也希望大家能够留言告诉我们 那就是这一年过去同婚通过一年了 那对你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有改变没有改变 那如果有改变是正面的改变呢 负面的改变呢 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也欢迎分享给我们 那就谢谢大家收听今天我草妙正值 那要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 还有Instagram Facebook 以及Podcast 跟Spotify 还有什么Twitter 好多 店不完没错 还有Telegram可以加 去各个社群平台 都先搜寻一下我草 怎么在上面 然后赶快follow一下 然后我们的今天讨论到相关文章 还有内容都会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 就是要定期定额 对 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就一定要定期定额 支持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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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